1-0 现在是慢运动先 奥运会的比赛我们也会给大家全程去解说好不好 是的 这么紧张手抖没法下单了 现在大家都紧张 是的 大家给各自喜爱的运动员加油助威就好 这个球是曼玉 侧身一板爆冲 一板轮 但是呢 撒叉这球非常硬朗 又顶了一个反手围 这个球顶得非常快 第二板上他曼玉没转开腰 是的 发到了反手围的小三角 看一看这个莎莎还会有什么变化没有 还是反手围小三角 这个球曼玉是想夹转撕薄了 大家看啊 这球撕了一个薄皮下网了 曼玉是非常想夹转的 卡 卡 实际想夹转 这个时候撕薄了下网了 现在笔分来到了2-1 莎莎领先 又是一个同样的 发的这个比较还要长了一点点啊 就正好发在其中台的脚上 感觉有点下血 这个球你手往下放容易和抬脚 手往上放有点顶手 所以这个位置很别扭的 莎莎这个时候发的很快 是的 啊 这球把他的连续都会反手相折啊 第一个球 你看 这个曼玉是把这个把暂停用了 第一个暂停啊 对 你看 其实我刚才没说 谁用第一个暂停的时候 其实他的场面是处于被动的 其实比赛之前两个人是互相这个非常胶着 一直在咬着 对 当谁用第一个暂停的时候 他一定比分是落后的 对于对于他们来说 对 一定是把这个把这个暂停留在说 最后我没有办法 很关键很关键 我没有办法 我在想办法 我必须要啊 咬住比分的时候用这个暂停 啊 这时候曼玉是拉了一个夹转 拉了一个夹转 是的 莎莎是防出界的 对 这时候曼玉拉的非常转 特别转 啊 我们去谈谈 啊 这个球啊 莎莎是下网看的 是的 啊 这个球啊 莎莎是下网看的 刚才一个出界这是夏娃 两个球都是曼玉主动进攻 莎莎去防守 对 莎莎叫了暂停 两个人太娇择了 为什么我说先叫暂停的会 这个一定是比分落后的 对 他场面处于被动的时候 我扭转这个局面 现在呢 又这个曼玉又追了两分 他感觉场面不对了 我被你连续两分 我也要叫暂停 我要把比分拉开 所以两个人现在处于一个 还处于一个军事阶段 是的 太激烈了 太激烈了 所以姐妹我扛不住了 我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 我也快扛不住了 真扛不住了 太激烈了 真的 两个人发挥的又很好 现在是大分3比3 小分4比3 孙永沙领前又叫了一个暂停 两个人的暂停全部都叫完了 没有暂停了 两个人都坐在那儿闭幕 没有闭幕 就是在这儿坐在那儿静静的响 大家可以看看 两个人回来以后 在激战术上又有什么变化 这是决胜局的4比赛 放心 我们一定能扛得住 放心 又有闪光灯 大家一定 现在大分3比3 决胜局4比3 孙颖沙发球 孙颖沙 4比3领先 孙颖沙发球 这个暂停啊 你看两个人叫完暂停都有效果 回来都赢了 曼玉叫完暂停连得两分 沙沙叫了一个暂停上来 发了一个死传 曼玉戳了一个瞎网 就我印象中这七局死传发的少 基本上就是凡手搬出台这一块啊 其实你看优秀运动员一个暂停很关键 关键对他们来说 暂停一分钟啊知道 哇 这个时候啊 沙沙拧起来以后 曼玉撕了一板就想测身 你们看 你们仔细看啊 看到了 看 这时候曼玉撕完就动了 但是呢 沙沙没有给他空间 直接一板发力 这个沙沙动 那个谁曼玉动了一半以后 球数已经在这了 动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所以这时候再再用反手就来不及了 这时候沙沙丢了 对 想变了个节奏 对 大家看 沙沙没有去加力这时候是往上抬的 他撕了一板 他动作是往上的 没有去加力 但是下网了这时候 还又看了原版 6比4 这球 这个球啊 是这个刚才沙沙发了个死转 变化了又变了一个小上拳 对啊 同样的几个球其实啊 作为曼玉来说 其实判断反了 真的 这几个判断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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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了一个半高 这时候是沙沙连续给中间 但是呢 曼玉是这个 算到了 第一板 第一板拉了以后 直接就侧身 我就算到沙沙 对 我还要给中间 看 拉完就动了 直接准备第二板中间了 这时候如果说曼玉不提前动的话 再去盯反手 给到中间位 他还是价 还是价 对 兄弟姐妹们 我也有点扛不住了 勾手白短 围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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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挫长 我说真的啊 太厉害了 打的 哎 这里边的这个内容 太多了 真的 这个时候是最后 最后一个时候 沙沙是给了一个慢的 轻的 轻的 就这个 就这个 他曼玉有点没够着 打的太激烈了 我会扛不住了 啊 这时候曼玉也是非常硬了 直接露了 他挫长 防了一板 曼玉也是反手 一点没手软 直接发力 直接发力 中 在中间位置 直接发力 也是非常硬了 咱们直播间 现在31万人 能不能我们点点关注 点点赞 兄弟姐妹们 这个时候是这个摆完短以后反手直接拧拉正手啊 其实这个时候这个沙沙是站在正手位了并没有拉穿 并没有拉穿啊 只不过这时候沙沙可能想拉弧线长一点拉出界了 嗯 现在8比7 决胜局8比7 看看会不会发到反手卫的死转 啊 这个半出台什么的 这些 哎 长球 哇 这个时候曼玉变得变得漂亮啊 变得白边呢 对 这个时候曼玉变得角度太大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 超出这个沙沙范围的 紫色的边上大家可以看 这时候肯定是边上 看见没有 往外拐 这时候变得角度太大了 现在比分来到了8比8 8比8 我扛不住了 太紧张了 他来打 8比8 给双方这球 他这个心里的抗压能力啊 远超 你不得不佩服 不得不佩服 两个人 曼玉刚才 就反白了一下 一点没有手软 这时候沙沙同样 凑完肠 曼玉拉起来 上去就一下 一点不带手软的 没有手软 两个人内心真的强大 强大 你没法不佩服 拖长 这个时候 拖长 曼玉是有准备了 曼玉拉的比较长 这时候还没NG 我打了 四个球 这个球 杀杀是发了一个半长球 曼玉拧起来 杀杀撕了一把 这时候曼玉没有撕正板 撕薄了 四个球 太紧张了 两个人打得太好 厉害了 厉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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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恭喜莎莎莎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获得了WTT重庆战冠军赛的女丹冠军 同时我们也要把掌声给到王万玉 好不好我们不管说谁赢了 我们把掌声给到他们 给到双方运动员 这个真的是很优秀 你别说大家看球了 就作为我们职业运动员来看球 这种比赛真的是非常享受的 虽然紧张但是很享受 都快哭了 真的是很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感动 我相信这场比赛打完有很多人都哭了 一定的我都快了 兄弟姐妹吧 真的是优秀 太优秀了 我说真的你包括最后一个动作 麦玉就趴地上这个 确实接近权力了 接近权力了 他都不叫权力了 麦玉不能说权力了 叫竭尽权力了 没有一丝的保留就已经是真的是拼了 恭喜莎莎拿下比赛今天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 恭喜你成为WTT重庆冠军赛2024的女单冠军 今天对阵曼玉的这场比赛非常艰苦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的感受吗 我觉得首先还是非常开心吧 能够最后赢下这么精彩 而且激烈的比赛 其实确实每次跟曼玉交手 我觉得双方都发挥出了自己最好的水平 而且在比赛中 我们真的是做到尊重对手 其实都在全力以赴拼近每一分吧 当然我觉得还是今天最后能够幸运赢下比赛 我觉得也是非常开心吧 然后也感谢大家最后为我加油 今天有非常多的球迷来到这里为你加油 WTT八级场今天的氛围也格外热烈 有什么想要和球迷朋友们分享的吗 对我觉得确实这场比赛 其实现场的氛围 包括大家加油的声音 其实都是自己在场上都是能感受到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到现场 支持我吧 希望通过这段比赛 希望接下来的比赛自己也能有更精彩的表现 展现给大家 再次恭喜孙永莎 WTT同胜冠冠冠冠冠冠冠 再次恭喜大家